好,我们今次讲的就是建立熟灵的智慧 应该今次不会讲得完的了 这个主题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智慧 智慧不同智商 如果说智商,有些人说 我真的不行了,我的智商不够的 圣经不是说,不是着重你的智商 是你能够选择正的路走 这个就是智慧了 用正的方法跟人相处 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处理自己内心世界 用正确的方法去侍奉神 这就是智慧了 也能够处理一些困难,难搞的人 有些困难的人,有些麻烦的人 我们怎么处理 今次我讲的主题讲到很多方面 就是怎么有熟灵的智慧 有些人虽然信耶稣 但是其实是愚蠢的 为什么愚蠢呢 他不是信耶稣愚蠢 是信耶稣之后没有被耶稣改变 譬如他经常都很惨,很忧伤 很不开心 经常被人伤害又不开心,又烦恼 这样的时候,其实他是愚蠢的 因为他的生命是受苦的 所以我们今次就去想想 如何的生命是智慧的 是神所喜悦的 亦都自己欢喜的,自己享受神的 首先我想讲一讲 就是我有个讲道法 其实不是我作的 是圣经讲的 叫我们宣扬那照 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宣扬神的美德 圣经也多次讲到 叫神得着荣耀和赞美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是荣耀神的 我这个讲道法都是从圣经找到的 因为圣经讲了很多神为我们做的事 从我们未认识祂之前 祂已经描述我们 已经预备救恩 预备圣经 预备神的子民 以色列文 一路预备 有一天耶稣要来 各样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备的 然后神又参加人 向我们传福音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信耶稣 可能我们不肯信 但神又用适合的人 用适合的方法向我们传福音 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 信耶稣未必听话 神又使用基督徒 教会 还有有时 圣灵 应该不是有时 是时事 圣灵 一路感动我们 提我们 帮助我们去回应神 那时候 神一路 带着我们 看重我们 神 他的心态是什么 又看重 又关心 又爱 又欢喜 又常常惯 神有很多 很多属性 很多他的本性 还有很多恩典 恩典是什么 神为我们做祝福的 就是恩典 神也有做另一件事 就是 律法的说话 律法 律法包括两件事 一个就是 吩咐我们做什么 爱神 爱人 传人福音 处理罪 这些是律法 但圣经也有律法 是惩罚 和警告的 或者是管教的 就是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神是可以管教的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 其实原文 就不是不信子 是不信从 不就是说 不信 是不跟从耶稣的 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 尝就他身上来 有些人不知道 神有震怒 就是说 人犯罪 神是可以震怒 神是可以惩罚 可以管教的 这个就是神的律法 但神推动人 主要是因典 如果律法是怎么办 要找一条鞭打你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 我罚你 我扔你下去 火符 烤你 神不是这样 神是说到 他爱世人 吸引我们 他用慈成爱索 牵引我们 带领我们信耶稣 这个就是因典推动 我稍后 在小组的时候 我会再讲一下 这个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 不是单纯是讲道的 你用来帮自己也好 让你自己 整天在神的恩典之中活着 整天享受神 事事从神得力 知道神欢喜你 你做什么对的事 神都欢喜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枝 都不能不得上一枝 神很欢喜 于是我们可以 开心快活 同样 今天我讲到神的智慧 都讲到神的属性 每一个主题 我都会讲到神的属性 和恩典 大家看这个图 也有讲到 神创造的智慧 真的很大 神创造宇宙 又创造我们的身体 到我们的脑 耶稣的救恩 是极大的智慧 能够将人 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 还有 神有能力 改变很多人 这个都是祂的智慧 能够将很多 不听话的人 犯罪的人 改变成一些 听话的人 这就是神的恩典 如何改变很多人 很多人很容易 一讲圣经 就会讲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圣经 给我们看到 是时时讲 神做什么 譬如说 耶稣叫我们 不要担心 祂说什么 神做什么 神照顾那些白花 神照顾那些小鳥 所以祂都会照顾你 就是先讲了恩典 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你留心看 有很多神 如何看顾我们 在我们前后 还原我们 感动我们 加力给我们 圣灵降临 叫我们能够得着能力 神有很多很多礼物 帮我们 关于智慧 实际上 神是一个 极度极度智慧的人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赛书40章28节 永在神耶和华 创造地己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 接着 2章16节 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他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这就说到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極的主 哇 创造一切 所有的事 这个主 他不疲 哇 我们人人都会疲 人人都会疲 有时睡了 都会疲 睡了 当然好些 但到晚上都会疲 但是神是永永远远 到永恒都不疲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呢 不能解释的 只是真的有这样的神 我们就接受 去到天堂 我们问神 神啊 为什么你是自有永有的呢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解释到 给我们听 我们明白 不过解释不到 我们只是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也是好的 为什么呢 神是一个好的神啊 爱的神啊 神不是一个 有些宗教的神是要害人的 伤害人的 敌对的人就要打死你的 但是神呢 不是的 祂是怜悯的 祂是不疲的 这个事实是很好的 神不疲 就是说 你很烦的时候 祂不会疲的 就是说 你现在求我 我很累啊 我没有空帮你 还有呢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祂的智慧是你无法量度 就是你看一下 我们的脑 那些科学家都没办法想象 我们脑的神经线 如果将它变成为电线 是会有 很多个大的音乐厅 才安装到那些电线 是亿亿万万的电线在里面 传给全身的 但是它很幼小 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 那么聪明的脑 那么小小 已经可以安装那么多资料 要处理身体上那么多的资料 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智慧 还有神能够救人 一个很高的智慧 神能够改变那些人 你看有些人有些见证 杀人的 吸毒的 犯法的 神可以改变他 令到他爱人爱神 愿意为主牺牲 愿意为主宣教 侍奉神 是真的难以想像 你网上你找 如果你懂英文更加多 中文都有很多的 如果你懂普通话 你就听台湾的 GOOD TV GOOD TV 就是一个真情暴落格 暴落格就是blog 就是一个网页 真情暴落格 那里有很多不同的见证 很多奇特的情况 譬如有些人是接触灵界 那些什么师傅 茅山师傅 都有信耶稣 他们怎样呢 在经历到邪灵后 他们信耶稣 神就有这个智慧能力 去改变人 又为我们预备天堂 是无法测度的 是我们无法能够想像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你真好 你有无限的智慧 无限的能力 臨前二章十路节 我们看经文 有时留心点看 他说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 这句话说什么呢 有谁能够教神 神啊 这样做事呢 有一个人 很明显的义端 真是 这个人很有问题 他做什么呢 他就说 有一次耶稣问他意见 他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哇 那些人马上回应 有没有搞错 耶稣需要问你的意见 他还说 有一次还说 耶稣很伤心 是很特别的 我们根本教不了神的 神是很厉害的 他的心是很强劲的 又充满智慧 充满能力 充满爱 但是耶稣将他的心 放在爱里面 这个很特别 不单是他很有智慧 你越听话 他就越将他的智慧 放在你心中 你越亲近他 他就越将他的爱 放在你里面 即是说 神不是论识的 第一 他很美善 他充满智慧 充满恩典 充满能力 他也将这些礼物分给人 这个就是他的特色 他不是自己单单自己有 不是说我比较职 耶稣说 我们没有想象这句话 他说我所做的事 你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 很多人听到 有没有搞错 耶稣 为什么会说我们做到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做比耶稣更大 不过 比耶稣当时 在世上更大 在世上 在天上 没有人比他大 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带领的聚会 都是最多几万人 因为他没有用抗音器 最多坐到几万人 但是现在有些聚会 是几十万都有 因为他们用抗音器 而且用电视 那些可以传到全世界 很多地方 规模就比耶稣 不过耶稣没有说 做比我更好的事 没有人可以做比耶稣更好的事 但是可以做更大规模 这是耶稣的意思 但是我们通常 做老师好像说 学生 你将来做比我更大的事 很少人敢说话 多数说 你都是如指不可教的 就是教不了的 都不会进步的 很多人都会这样 你学来学都不懂的 但是神就不是 他说你可以做比起更大的事 这个就是神那种广阔的心 这些就是尾线 因为我整天有空 我就想神的尾线 所以你叫我说神的尾线 我说很久都可以 我觉得神很广阔的 他心很阔的 他很接纳人 你改善 他不会说 你将来会比我更好 他不会这样想的 他会说我欢喜你成长 你帮很多人 我欢喜 我喜欢 我并赏赐 耶稣是怎样的呢 不是说你做了大事 你做了小事 一杯粮水 他都会欢喜的 这个其实我看圣经 发觉全是说神的恩典 神的尾线 所以当日有些人 只是说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说 神的恩典那么好 推动我们去听神话 就是说 神那么好我就乐意是奉神 神又喜欢了 这个心其实是一个智慧的心 是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圣情的心 所以我训练你们 我想你们个个都是荣耀神 就是每次听到都听到 哇 神真是好 神真是好 神是好得不得了的 这里就是说我们有基督的心 我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 留心一下里面的内容 跟着我们的读经的内容 留心一下圣经的内容 就想一下 哇 神真是 他将他的心放在我里面 我们就说 神我愿意 有耶稣基督的心 活出耶稣基督的心 因为神已经将这个智慧给我们 我们越亲的神就越大的智慧 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然后圣经说 我们一起读读诗篇110 1篇第10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神就有智慧 而这里就说到 敬畏祂命令就是聪明了 你听神说是聪明 有些人觉得不是 他对我这么不好 我当然骂他 他觉得这样是聪明 但其实不是聪明 你越骂人 你的心越不平安 你越骂人 越多敌人 越多人骂你的 耶稣基督说 用刀的会被人刀杀 越骂人就被人越骂 你喜欢骂人 你是越多被骂的 而我们遵行神的命令 不去骂人 不去骂人 用柔和的方法 那你就聪明了 神就欢喜 人就欢喜 这就是说到 原来走神的路 是最智慧聪明的 你越走神的路 你的生命 就智慧聪明 神是永远当清重的 祂是值得赞美的 走祂的路 你一定蒙福 你走祂的路 一定各方面蒙福的 下面那里 遵从神就建立 跟神和人的关系 就是说你遵从神 遵从祂的命令 就是聪明人 你就会建立跟神和人的关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用神的方法 就保守整个生命了 很多人是怎样呢 他容易骂人 所以他的生命是破坏的 是破损的 但是你越爱人 你的生命越完整 越被建立 那你遵从神 神就喜悦 就提升了 所以遵从神是最无福的 是最好的 另外这里也说到 神将祂智慧的灵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经文 《以赛书》十一章一节 《从耶稀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生的知子必结果实》 《耶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此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华的灵》 这里讲到 《从耶稀的本》 中文翻译《耶稀的本》 其实原文 这个字是读《猎》 《猎》 《猎》是什么意思呢 一棵树死了 你斩了它 剩下了一棵木 那棵叫做猎 那为什么耶稀的猎 不是 说错了 耶稀的猎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稀之后 那些王 结果是 他们的国家是断了的 因为他们不听话 所以呢 尤大国 首先是以色列国亡国 接着就是尤大国亡国 再没有王 那它变成了斩了 那树是斩了 但是会发出一条树枝出来 那这条树枝是什么呢 它会结实 有果实 而神的灵在他身上 神的灵是带来什么 后果呢 这个就是说到耶稣的 就是说 虽然以色列的王 尤大的王 已经断了 但是从他发出一枝 枝子出来 这个就是基督了 是一棵死的树 是已经一个亡国 没有王的地方 出现一个万王之王 那神的灵在他身上 耶和王的灵在他身上 叫他有智慧和聪明 有智慧 智慧就是能够应用 圣经的真理 在他生命之中 就是智慧了 能够有智慧处理事情 智慧和人相处 智慧发挥他的生命 他有聪明伶俐 他的思想是敏锐的 快捷的 有谋略 有策略的 我们需要策略的 譬如放假一天 你也要策略 如果你没有策略 你早上随意起床 你去到11点 那天可能 你已经很多事情做不到 我们需要策略的 还有能力 耶和王的灵给我们能力 有知识 能够认识真理 和世界上的知识 和有敬畏耶和王的心 神的灵在耶稣身上 他有这个能力 耶稣说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所以我们也得到这个圣灵 圣灵就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你越听话就越有神的灵 越有聪明智慧 不过你说 有些基督徒都没有聪明智慧 为什么你看到他没有聪明智慧 他整天都很烦恼 整天都不开心 整天都被人伤害 整天都容易伤害人 很明显 他的生命是没有智慧 所以他真的是受苦 所以有些人甚至说 信耶稣更惨 为什么呢 他说我未信耶稣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信耶稣又要回教会 又要读圣经 又要祈祷 做这么多事情 又要传福音 他又觉得加多很多责任 他就觉得很重 所以他亦都觉得很多烦恼 所以他觉得信耶稣越辛苦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其实耶稣的握是容易淡 即是轻散 我们轻轻松松 喜乐的轻松得胜 我们做什么对的事 神都欢喜 也有智慧 也有智慧 你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果效 你看到他又烦恼 又烦恼 又烦恼 又面都皱了 因为不开心 面都皱了 身体又枯干 又没有力量 整天都说累 起床就累了 整天都很负面 很明显 他是没有神的智慧在他身上 没有神的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走神的路 他没有让耶稣做主 当他让耶稣做主 就有智慧 神乐意给我们 即是神有智慧 神乐意将他的智慧给我们 而我们的智慧可以加憎无穷 如果我们一直听话 你的智慧越高 我感谢神 在我这几年 我经历圣灵在1998年 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 不是 不是 二十六年 现在已经二十六年 现在是二十四年 已经二十六年 而我发觉近这几年 这十年 神给我的教导是更多更多 我感谢天父 现在这个教导 说到神的美善 我自己觉得 神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将这个美善的教导给我 让人知道神的美善 这个都是智慧 而我是很想追求更加 发挥神的恩典 将神的恩典发挥出来 越有活出这个智慧 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原来神如此智慧 祂都将这个智慧给我们 你就不要再觉得自己 哎呀我没有什么用 我很笨 我不行了 而是说 我可以高度的领受神的智慧 和聪明 和谋略 策略 和能力 和有知识 和有敬畏耶和的心 能够呢 凡事做什么事都有策略的 譬如全方向有策略的 那个人 是适合什么方法呢 是适合呢 说证据 或者说 对他生命的帮助 说开心 说医治 说安慰 是根据这个人的情况 那么我们有聪明智慧 如何去帮助这个人 这个都是谋略和智慧 当他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他呢 这个都是谋略和智慧 如何即时回答的 那这些是需要神的灵的带领 那么我们越有神的同在呢 我们就越有 越有神的智慧了 第二点呢 就是基督徒应该追求 属神的智慧 我们应该追求的 就不是呢 就不停地做人的 那么呢 其实很多人都明然知道 应该跟从智慧的路 就是应该 跟从神的 应该听神话 但是他说 太难了 和没有动力 就是他说我做不到 我很烦啊 我做不到 他说我没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 因为他不知道 原来亲近神可以这么有力量 因为很多人 祈祷只是说 只是 就是一个清单 神我要钱 我要什么 我要老婆老公 我要生儿子 我要健康 我要什么 我要成功 只是要 想是要 只是要的 祈祷未必得到的 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智慧 他没有看到耶稣说 心灵诚实敬拜 他知道应该跟这条路 但是他没有跟这条路 很多人就随己意 我想 我想发脾气 就发脾气 我喜欢的人 我就跟他结婚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是很愚蠢的 你喜欢他 他未必神为你预备的 喜欢不等于是最适合你的人 是神简选的才是最适合的 很多人是随己意 有些人说随意 以为随意才是适合 其实不是的 是随神的心意就对 我们的心意是被神调教的 好了 很多人走的路是什么 愚蠢的路 被人影响 经常被人罵 就会伤心 又活得痛苦 又浪费生命 但是智慧的路 是被神管理好的 又处理生命 高度的提升的 以赛书55章9节 又是讲到神那种路的美好 一起读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里面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里面的意念 这种东西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其实你单是用人的构造 有些科学家都说 他越发现 因为我自己是读科学的 我有时喜欢看很多构造 身体里面的构造 他发觉我们有什么修补 在这个细胞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小的动作 在一个细胞里面 是有很多小动作 在一个细胞里面 是有很多小动作 在一条桥 将需要的蛋白质 需要什么呢 他就会通知他 做蛋白质 混去那个地方 混完一条桥 又会消化了 消化了 没有了 化开了 因为如果他整天这样 起了桥 整个细胞都满了桥 有些东西给你们看的 很有趣的 有一个东西走 有一个东西 带着蛋白质 托着蛋白质 在那条桥里面走 一下子 一下子 一路走过去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那些智慧 都是高到不得了 神的智慧 是天比地更加高 我们人的智慧 很多时候就要淺 要什么 其实越想越淺 未必得到的 但是神的智慧 是极高的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天怎样高过地 是高到你想象不到 那么高的 所以我们越亲印神 神将祂的智慧给你 你就越放松 很多人譬如有病 他的智慧是什么呢 整天都是求求 但是我就告诉他 你相信神的尾线更加好 就是怎样相信呢 神你一定祝福的 我听你说我爱你 你一定祝福 你不会亏待我的 不会有一天去到天堂 神给我这个意念 神不会说 对不起 我帮很多人 我忘了帮你 所以你很惨 我很深信这句说话 因为圣经说到 他一定施恩给爱他的人 神为爱他的人 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而当未曾听见的恩典 所以神永远都 他一定是做最好的人 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亲近他 爱他的时候 所以我是怎样呢 我自己放心的 就算有一天我有病 就算被逼迫 就算被人杀死 我就说 神知道 神看到了 我不用害怕 当然 一定都有害怕 不过我就是说 我尽快处理 我真的说 不要紧 神 如果他杀死我 就去你那里 如果没有杀死 就是折磨我 神啊 你帮我 我相信你一定会照顾我 我就是这句说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照顾我 所以我有时跟病人说 你不要一定要神医好你 你才开心 你相信神一定会照顾你 那你便可以放心 神一定会照顾你 神不会说 神到将来 不会跟你说 对不起 我忘了医你的病 所以令你一生人都没用 不会的 神会说 其实 这些一切的问题 你依靠我 我一定会帮你 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说 他的智慧极高极高 你用他的方法 你深信他供应你 你便可以放心放手 什么都不用背着 什么烦恼都不背着 有什么身体的毛病 不要紧要 神会照顾的 你就会发现 神的路 神的道路 如何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下面两个方格 违反神旨意 生命一定会破坏 而遵从神旨意 比世上一切更加好 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你听神的旨意 就最好 你不听 你自己受苦 而神给我们一个意念 神很多时候 都给我们一些教导的意念 就是什么呢 神发出的圣旨 比以前的 中国皇帝的圣旨 更加宝贵 中国以前的圣旨 来到人一定要跪下 接圣旨 但是 现在我们今天 神给我们很多感动 这些都是神的圣旨 你就感谢神 多谢天父 你感动我去遥述他 我就遥述他 我听你说 我一定蒙福 如果每一次 圣灵感动 你做什么 你跟着去做 神就欢喜到不得了 神爱你 爱你 你就会凡事祝福 凡事蒙福 我们今次读的经文 臨前二章 有讲到 我们要拒绝世俗的智慧 有世俗的智慧 大亡之人的智慧 但我们有属神的智慧 我们一起读 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员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里面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在完全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在这里讲到 保罗讲到有两种智慧 他说我讲的 不是用智慧委员的言语 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 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圣灵和能力的明证 这里其中一个经文 让我们看到 保罗是有神迹歧视的 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是讲到他的事奉 不仅是说话 是有圣灵和能力在一起 叫你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是在乎神的能力 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都讲智慧 不过不是 世上败亡之人的智慧 因为世上的智慧 他只是想赚钱 想得到什么好处 自己得益处 这个就是世上人的智慧 当然 世上智慧 不一定是不好的 世上有些智慧 我们都可以用的 譬如有些安慰人心的 有些心理学 有些 心理学不是错的 有些不对的 有些我们可以用的 那些未必是错的 比如说聆听人 回应人的感受 这些不是错的 不过 心理学有些错的 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辅导是这样的 他不会引导 他不会教导 只是说 他自己 他找一条路 他想走就怎么走 他想怎么就怎么 那种辅导都有 就是任他的意思 还有有些辅导 就说 他说他是男 他身体是女 不过他说他是男 接受他是男 这些又是错误的智慧 我们不跟从世上败亡的人智慧 我们就说的是神隐藏 这是说到神救恩的智慧 但是神的智慧 不只是救恩 但是这里所说的是 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神在万世以先 预定我们得荣耀 就是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的智慧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要扭坏的人 将来会变成一个荣耀的人 并且充满智慧 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在这个过程中 神如何将我们提升 是一个很高度的能力和智慧 我们感谢神 你想想你由信主到现在 是不是很大的改变 你就多谢神了 神你改变我 那么多那么多 我愿意听你说 走你的路 更加明白你的智慧 都让你的智慧改变我 接着 临前二章十三节继续一起读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熟灵的话解释熟灵的事 然而熟血起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如绝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熟灵的人才能看透 熟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我们讲说 不是用人智慧指教的说话 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圣灵会教我们的 你越亲近神 神就越教你更多东西 让你看到神的尾线 让你宣讲神的尾线 说的说话感动人 改变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亦都能够用智慧的说话 回应人 耶稣说当你被逼巴的时候 你不用想什么 圣灵会指教你当说的话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 他说属血气的人 这里讲到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是用神的方法解释属灵的事 而属血气的人 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 以为是愚绝 耶稣钉十字架 你信耶稣就什么都搞定 他们觉得是愚蠢 他们不能够知道的 因为这些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够看透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看透什么呢 看透人的心的罪恶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 会这么贪心 这么自私 为什么这么多婚姻有问题 因为他们里面有罪 我们看透这些事情 不过有些基督徒 都没有看透 他依然觉得 没有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那些人会这么不好 他没有看透人是有罪 我们看透人的罪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这么惊讶 为什么这么多婚姻有问题 因为人就有罪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 各样的事 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 我们看透了 但没有人能够看透 这只是没有人 就是世上的人 不能那么明白 属灵的人 为什么他的心 能够看透这些事情 以及说到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 但我们现在有基督的心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有神的智慧 去明白神的事 这些经文都是告诉你们 我们可以有神的智慧 在心中 有基督的心在里面 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好了 而我们就讲这个 如何建立 我们今次讲一点 我们下次再继续 如何建立属灵的智慧 有很多方面 第一点就是 跟从耶稣的方式 和价值观 第一的智慧就是 跟从耶稣的方式 和价值观 那我们都会明白 任何的价值观的破坏 都会带来 一个破坏的 任何地方有破口 就有破坏 有任何的罪 情绪问题 自卑 负面 或者 realizes 愚脸 或是论者 或者слиナ 任何的负面想法 悲观的想法 都会带来破坏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得比出裁 我们整个生命 重建 他就会灭 那怎样重建 还有一数 你向着方向 你一开始一重建 一样 在其它 方向所以 其它会跟着重建 很簡單 你如親近神 你看到神的路最好 你開始就沒有這麼計較人 你開始就有平安喜樂 你開始待人節物就會更加改善 即是說 聖靈會在你不知不覺中改變我們 祂不一定要每次告訴你 而是你裏面有一種動力 我不想再罵人 我不想再猛烈 祂會一直提醒你 這就是神的智慧 所以你不是說 糟了 我有100樣要修補 那我修補了1 2 3 4 待會那些又破壞了 那怎麼辦呢 你逐步走 聖靈就會指教你 我們就不用怕 其中一個有幫助我們 就是背誦金句 第一 背誦金句 要幫助我們記憶力 幫助我們的智慧 以及防止老人千害症 以及讓我們智慧處於事 你越修讀聖經 你的思想越通透 越有平安喜樂 以及能夠專注 有些人告訴我 我不能夠專心讀聖經 你越專心嘗試 你讀不到很多聖經 你讀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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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慢慢 越明越多 不要說 我明白不多 你開始明白少許 就已經很好 好了 我現在講到 愚蠢的方法信耶穌 信耶穌 信耶穌不是愚蠢 不過有些人信得很愚蠢 以及如何智慧地跟從耶穌 有些人因為他只信耶穌 信耶穌得來 只是愛自己 他以為這樣很聰明 即他經常只顧著 哎呀我 我有什麼需要 只是來到教堂 想什麼得到人照顧他 幫他 哎呀我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他就以為這樣 就最好處 我來教堂 就是要自己得幫助 沒有問題 你們得幫助 我們很樂意幫你 不過不要單為了自己 單為自己 你就得不到更多神的祝福 還有很容易埋怨神 神啊我想要的那種 你又不給我 哎呀我不要的那種 你又給我 這個就是一個人的愚蠢 有些人信耶穌都埋怨神 又沒有被神更新 神幫助他 你悔改 你跟從耶穌 他又沒有被悔改 他沒有被神改變 於是心裡面有很多問題 智慧跟從神是怎樣 哇神這麼好 我感激神 這是智慧的 原來感激神是智慧的 哇神真好 從神得力也是智慧的 你一親近神 哇馬上去平安喜樂 哈哈哈哈 我們每次 後段都有祈禱時間 哇這個是智慧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就日日得力 有些基督徒不得力 他就很慘的 獻上生命是智慧的 不是損失來的 獻上生命 你的生命越燦爛了 下面的經文我們不讀 就是講到人的生命可以有 用不同方法建造 就是金銀寶石 金銀寶石是什麼呢 就是用神的方法建造 用神的心態 愛神的心 愛人的心 遵從神的心 這個是金銀寶石 寵巫和家是什麼呢 是自私的 經常想彰顯自己厲害的人 經常拿著來做 不讓人做的 只是為了自己的 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是寵巫和家 有些人侍奉 是做了很多 都是白做的 所以很多人的生命 他雖然回到教堂 很多或者奉獻很多錢 不過他經常奉獻 都要有人知道 他奉獻了多少錢呢 神是不喜歡的 就是說我們奉獻 不用告訴別人 我們總之我們自己 去愛神 愛人 我們不需要宣揚我們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他做的是金銀寶石 將來要試驗 這個是智慧的方法 他整個生命都會被提升 所以我們第一個改變 就是神啊 我用你的方法 將生命獻上 我有神的力量 我經常感激神 跟從神的路 這個就是智慧的方法 如果我們仍然只是為了自己 仍然埋怨神 覺得神對我不夠好 仍然的心裡面堅持某些負面想法 這些是需要更新 如果不是 這些就是草木和街 另外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 決定一個人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 一定要有財富 他是價值觀 有些人認為一定要結婚 這個都是價值觀 有些人會覺得 不結婚就很醜怪 不結婚就損失了很多 但其實當他有這種心態的時候 他結婚可能更加損失更加多 即他的價值觀 就決定了他的看法 曾經有一個人 他跟我說 他在網上聽過教導 那個教導是甚麼呢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說 每一個姐妹都可以結婚 都會找到丈夫 我聽完 有這樣的教導 他跟著就說 我經常都有信心 神一定為我預備丈夫 但到今天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懷疑神 我聽完 有沒有搞錯 你應該懷疑那個牧師 他說 每一個姐妹你有信心 都可以結婚 是不是這樣 神是否一定預備 每一個人結婚 他這種教導 其實是一個自己作出來 不是聖經拿出來的教導 反而害了人 而那個姐妹就很著重 就是我一定要結婚 結果她會埋怨神 更失去更多 這就是她的價值觀 因為她覺得結婚很重要 她覺得結婚很重要 反而她會失去很多 很多人追求成功 我要成功 我要厲害 這樣的時候 一切變為虛空 其實所有都是虛空 但是呢 智慧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神的恩典救我用 有些人說 哎呀 神預備那些不是最好的 神預備那些 那些配偶呢 很嚴肅的 那些不好玩的 我要那些好玩的 那些 他就覺得神給她那些 又悶又沉悶又 又不開心的 其實神是很輕鬆 很開心的 神是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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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開心 神的恩典是救我們用的 那這個就是 智慧的價值觀 我跟從神最好的 還有將生命給神是最好的 不要吃虧的 還有討神喜悦是最好的 那下面的經文呢 盧家福音十二章十九指 有很多人的價值觀是甚麼呢 哇 我賺了很多錢 很多穀物 怎樣儲存呢 他就再建一個倉庫 那就告訴靈魂 我有很多錢 用多少都用不完的 那你就安安日日 歡 吃喝快樂 但是神說 無知的人 我今天要你的靈魂 你所有預備歸誰 那這個就是一個 錯誤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首先 定了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就成為一個 有智慧的人 能夠走神的路 是最智慧的 我們今天也反思一下 在神面前反思一下 我們信息是來到這裡 到底你的價值觀 你的人生觀 是用神的方法 還是人的方法呢 你所追求是人的稱讚 是世上的榮華富貴和成功 還是我祝神喜悅 如果你祝神喜悅 你就不會只坐在那裡不動 很多人就說 我想祝神喜悅 不過坐在那裡不動 不動是不會得到神的喜悅 那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這麼有恩賜 不要緊的 你肯付出就可以了 你肯祈禱 你求神帶領你 怎樣幫助你周圍的人 你的價值觀 我的價值觀就是土神喜悅 我的價值觀就是生命發揮 我的價值觀就是叫更多人得福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態正確的時候 你做每一件事都合乎神的心意 神就祝福你 我們一起起床祷告 我們去問神 我們的價值觀判斷我們一生的方向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我們就說 神啊 我的心到底放在哪裡呢 我的價值觀放在哪裡 以至我的智慧是什麼的智慧呢 是世人的智慧 還是神的智慧 主耶穌幫助我們成為有智慧的人 不是一個好像金環子 帶在一個珠鼻上 在聖經有講到 一個女人呢 她呢 是有美貌 但是沒有智慧的時候 就好像金環子帶在珠鼻上 主耶穌幫我們反思自己的生命 我們一起呢 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 我給大家一些安靜的時間 神啊 我的價值觀在哪裡 我人生的目標在哪裡呢 求主帶領我們 我們可以想像到 好 我們聽到的音樂 上到天堂那裡很漂亮 神啊 我們很想做的事 是帶領更多人去天堂的 我們都在世上可以享受天堂 這個是好的價值觀 幫助我們在地而同在天上享受神 在這個天堂的狀況 心態來讓神去感動我們的心 主耶穌幫助我們更加像你 更加每一天活在神的平安喜樂 活在神的愛之中 活在神的興省之中 每天都是享受耶穌 每天都被你改變 並且立意走神的路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好 耶穌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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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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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大家都接受 在神里面好像在天堂一样 在天堂一样 如果神感动你 如何改变你的价值观 你可以大声说出来 神啊 帮助我哪一样东西 有智慧的 可以大声说出来 有没有人想说 大声说有什么地方 你想神 神啊 我想在这方面进步 你可以说出来 关心人 关心人 对了 这就是主 关心人就是智慧 关心人是智慧的 还有没有人想回应 哦 喜乐是智慧的 放下重担是智慧的 哦 耶稣 多谢天父 神你的路是最智慧的 经威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遵从你界面的人就是聪明 耶稣你帮助我们 走在你的路上 让神你使用 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将生命献上给你使用 主啊 我献上所有 我的生命就会提升 我的生命就不会后悔了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有神万事足 求主帮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来奉主耶稣生命 阿文 哈利路亚 ether瓶 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